心有事是什麼呢 沒有心的初分別 但是他還有什麼呢 心的細分別 所以中間定 為什麼他這邊特別有個中間定 把它列出來 因為他的 以行事來講他是無行有事 那二禪以上就是什麼呢 無行無事 無行無事就是沒有心的初分別 也沒有心的細分別 分別在 佛典當中 他有提到 隨念分別 嫉妒分別 跟自性分別 二禪以上基本上就沒有兩個初分別了 沒有什麼分別呢 嫉妒 嫉妒就是推渡 推論 那隨念分別就是意念 我意念到過去 我意念到我的所緣 好 所以針對分別 心的分別的定 又分為這個三 三個三摩地 三個定 有行有事定 無行有事定 跟無行無事定 另外我們提到說 我們要 一定而斷煩惱而正得解脫 那這邊提到了 能斷煩惱的定 他有三大類 第一個叫做七一定 第二個是見到的六地 第三個是修到的九地的定 這是能斷煩惱的定 那能斷煩惱的定 七一定就是四禪再加上四下三無色定 扣除掉那個最高的那個非想非非想觸定 那一個定強官若沒辦法斷煩惱 那因為凡夫是修驗下心上的六行官 最上面的有頂 他沒有上面的 所以他無法修這個六行官 那這七一定是這樣子 那見到六地跟七地呢 六地就是四禪 位置還有中間禪 四五六 修到九地呢 就再加上六地再加上什麼呢 下三無色定 好 我們看這個七一定 還有見到修到 七一定呢 就是這裡了 位置定 七一定呢 就是出禪 這個要修改一下 七一定是這裡 出禪 一直到 無所有 七一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一定是可以斷煩惱 正解脫的定 他扣除掉八定的哪一個定 由頂的非想非非想觸定 這個因為他的定強官若 他沒有辦法斷煩惱 然後七一定呢 因為位置定設在哪裡 出禪 出禪當中 所以他這個斷煩惱的定 佛說有七一 第二個呢 是見到 見到就是出國項 我們要從凡夫 從外凡位進入到內凡位 三賢 四上根 見到修到無學到的見到位 轉凡入聖的第一個位置 聖則位有見到修到無學到的這三個位 見到位 你要見到諸法實相 見到真理 斷煩惱 正解脫呢 你必須要有六地的定 這六六地的定是什麼呢 第一個 剛才提到的四禪再加上位置定 還要再加上什麼呢 中間定 四禪 出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四個再加上位置定 再加上中間定 加起來幾個 六個 修到九地 九地就這六個再加上什麼呢 無色界的三個定 就是四個無色定 無色界的定 扣除掉那個最高的那個叫做什麼呢 非響非非響處定 所以我們能斷煩惱的定 有七一定 有見到的六地 或是修到的九地 內容呢 就在這裡 這裡的內容可以對照這一張的表 好 這張的表呢 我們也有講到定地的八個定 有講到四禪 四個無色定 兩個加起來就是八定 還有講到什麼呢 兩個無心定 無想定跟滅淨定 這兩個是滅 第六四的心心所不生 這個兩個叫做二無心定 那有心定呢 有心定就是四禪跟四個無色定 這個叫做有心定 好 定分為有心定跟無心定 那無心定當中滅淨定是聖者所修 這個是誰所修 外道 所以呢 這是三國以上聖者 那 那 無想定是外道所修 那 修無想定 然後得到無想的果報 他會感生到哪裡去呢 修無想定的會感生到 第四禪 第四禪天去受生 那這是提到我們修定的種種的內容 那 另外呢 我們在 玉界的散亂地 要達到定地呢 第一個定是什麼定 我們玉界 要得定的時候得到的第一個定是什麼 哪個定 位置定 位置定嘛 是嗎 那我們要得位置定呢 要怎麼修呢 我們要得位置定 就要修什麼 要修九柱心了 修定的前方便 前二十五方便可以 九柱心可以 八段形滅五過是可以 清淨道論的 他提到的七類的方法可以 那 我們就從九柱心來看 得位置定 第一個內柱 我們心 我們心 由外 外境而色於內 等柱由粗而細 安柱呢 由師而緩 近柱呢 由遠而近 調順呢 是離 十項 極境呢 離尋師 最極極境 煩惱深極端 專注一去 我們要無間斷的 安住所緣 等詞呢 是無功用行的 安住在 我們修訂的所緣境 這個九柱心的 詳細內容 我們上一次上課 大家可以參照 那這個是 要得到位置定的時候 如果以九柱心 他的戀心的方式呢 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他得到身心清安 然後得位置定 他的次第是這樣子的 那當然我們修訂的方法呢 有針對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煩惱的偏重 而有所對峙 那這邊呢 我們會等一下會跟大家提到 那在修訂呢 就是為了得定 那得定 有這個修訂的一個 得定的一個功德 那我們這邊呢 跟大家介紹呢 修訂 這個得定呢 有得到四種功德 那這四種功德呢 就是這裡所提到的 修訂的功德 為了得到憲法樂 第二個為了得到 得到殊勝的知見 第三個是 為了得到分別的智慧 那第四個呢 是為了得到豬肉禁 那在大智多論裡面 他有一個祭宋 會得到豬肉禁律 禁律是 的定在哪裡 哪裡的定才叫做禁律 四禪哦 好 这个四禅呢 我们说四禁律嘛 急禁省律 那在定当中呢 我们可以给它归成三大类 四个无色定呢 四个无色定 定强 观弱 四禅呢 这是止观均等 四个无色定是止强 定强 观弱 四禅是止观均等 然后呢 中间禅跟位置定呢 这是什么呢 观强 止弱 好 所以呢 第一个呢 我们说为得宪法乐 修诸善净律 善净律呢 就是四禅 我们为了得到宪法乐嘛 宪施乐 修定呢 宪施就可以得到快乐 那这个宪法乐刚才提到说 初禅是 离生喜乐 二禅定生喜乐 三禅离喜妙乐 舍念清净 修诸善净律 所以修定的功德 它为了得到宪法乐 扩大的说 我们现身修定 未来会感生到天界呢 这个是 后法乐 然后呢 修定可以断烦恼 可以得到解脱乐 乃至于呢 加上菩提心 可以得到 无上菩提乐 第一个 修定的功德 未得宪法乐 修诸善净律 未得圣之见呢 这个修净天眼通 我们定呢 它会引发 神通 引发种种的功德 我们前面提到说 定的义名有等隐 等词 跟等字嘛 那等隐 引发神通 得到殊胜的之见 我们看到的东西 用天眼看到 跟肉眼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那第三个呢 是未得分别会 修诸善加行 这个加行呢 有文师修 那修呢 是跟定相应 那 为得分别会 修诸善加行 那个分别会是分别什么呢 它是分别四圣地 那分别四圣地 让我们了知诸法的实相 那第四个呢 是 修定的功德是 为得诸漏净 那它是修什么呢 修金刚御定 在我们 要进入四国之前 会修一个定 这个定叫金刚御定 佛在成佛之前呢 他也是这个 升起这个金刚御定 那阿罗汉升起的金刚御定 升起之后呢 后面得到禁制无声制 然后得到涅槃 阿罗汉的事过 佛呢 升起金刚御定呢 断除 这个烦恼跟习气 去向于无上佛道 好 这是修定的功德 那接下来我们讲 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就是修定的所缘 那 我们在修定呢 我们必须注意到 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能源的心 第二个是什么呢 所缘的进 所缘在 于其斯蒂论里面 提到的四种所缘 遍满所缘 进行所缘 善巧所缘 跟进货所缘 那我们在修定的时候 是能源的心 第二个是什么呢 所缘的进 那所缘的进呢 我们要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 那我们因为 攀源于五欲六成 彩色明石碎 所以我们心是散动的 那 我们 前面提到的 喝五欲 他说 五欲如逆风直聚 会烧到自己 五欲如刀口蜜 会伤到我们的舌头